她叫陈珊珊 今年30岁 怀孕28周 这已经是她在孕期内 因为气胸发作 第三次住进医院 从孕产妇的安全来说 入住人生是最好的选择 我觉得她就是我的心里的开始 宝宝 你要跟妈妈一起坚持下去 跟妈妈一起加油 跟妈妈一起努力 深深的左肺上有多处肺大炮 因为长期严重的孕吐 诱发了肺大炮破裂 污入的气体通过这个破口处露出 造成左侧胸腔气体越积越多 严重挤压了左肺的空间 珊珊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 而母体缺氧则意味着胎儿在宫内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窒息 为了缓解姗姗憋气的症状 同时保证胎儿在宫内养气的供应 宣武医院胸外科张义主任 只能先用胸腔壁式引流的方法 在左侧胸壁上放置引流管 导出胸腔里的气体 让左肺重新扩张 勉强维持着母子二人的生命 你这个是比较土吧 恐怕只有唯一手术 可能才能解决问题 从我们喝胸腔健康历史上来讲 这种情况都没有碰上 我说要再给一个二十多周的孕妇做术 因为这种情况 像刚刚说的 早就都终止人身 早就不让你接着怀了 等你把这病治好了 你踏踏实实再去怀孕 你的肺功能会 随着认身周数增加以后 肺功能会越来越不好 你再要合并的感染 弩凶就行 你说那会再做手术 那会不行了 做不了手术了 现在都要做 还可以抓着这个机会去做 但是做完手术 一个麻醉 手术的打击以后 流产的问题 早产的问题 咱们都要考虑的 这些可能性都是有的 今天咱们需要 还找定一个事 特别喜欢小孩 现在这么严重了 我都没有想过说 放弃我们这个孩子 第一次就是公安运 有天晚上肚子就特别痛 而且还呕吐 然后就累积做了手术 像一般人家 做那个公安运手术的话 是那种腹腔剂 就一个小孔就行了 但我属于已经来不及了 就切了这个左边的树栏管 肯定有的 肯定有遗憾的 对于一个渴望孩子的妈妈来说 切掉一侧的输卵管 意味着怀孕的几率 只剩下50% 然而命运对珊珊的考验 还远远没有结束 仅仅怀孕四周 第二个宝宝就自然流产了 而这第三个孩子 夫妻两次寄予了更多的期待 可是这一次怀孕 却比任何一次都要艰难 从我怀孕开始 没有说在外面待过一小时 那时候我刚怀孕的时候 还没有疫情呢 但我自己起不来 就想出去躺在那地 就想躺在那地 好了我得在外面坐上一天 一定会胜利的 一天绿了都好 别紧张啊 你先胜利 我这部裤子踩油花 把它摔掉 给它卷去 这样行吗 嗯 换了 行走吧 先去一桌 行 我接病人了 接人来了 把鞋换了 从我们喝新车健和历史上来讲 这种情况都没有碰上过 说要再给一共二十多周围的运速做出 你脑袋 您 relever ema 即使 那一周到了ども 20 个人 32 个人 我有十十亿个人 得不到 哎20 舍着 他下次歸的 compared 他现在担心了 怀孕了 他用马药什么的 都比较危险 Back to the board now 老子 在 还是 身 白 今天将要进行了手术 全程都要在胎心监护仪器下进行 密切观察术中胎儿心跳的情况 手术麻醉就是门子俩即将面临的第一个关卡 为了保证母子二人的安全 麻醉医生采用了特殊的麻醉方式 麻醉药物起效后 要立即对珊珊进行气管插管 保证母子二人氧气的动力 克林医生没有想到的是 第一步插管就遇到了问题 先看这个 先看这个 看这个生纹 生纹水肿 所以环境的人为什么敌塞呀 这两天他不是得过气力吗 他还有气管啊 我们胸科的话 卡管都选双重 所以不是只是插到气管 还有插到一侧的组织管 现在左侧的这管 下带了之后呢 卡管都比较配对 把那个水先吸一下 吸一下 再放炒 如果双枪插管不成功 就无法对珊珊抖测的肺大炮进行贴除了 也就意味着手术将被迫中止 麻醉这是一个关键点 麻醉时间越短 手术时间越短 那可能对于这个妊妇和胎儿的影响会越小 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要尽快 山珊手术是右侧卧位 为了固定体位 手术是提前准备了一块橡胶垫 垫在珊珊的肚子下面 认身状态下进行手术 难度极高 即便是微创手术 每一步操作都可能对胎儿遭受影响 胸外科主任张义 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就胸外科呢 没有小手术 都是大手术 微创手术在里面 操作的精细程度 外行是十大 那我们手术开始了 手术开始 电灯 电灯多少 电灯有钱 来 纱布给我 这灯给我对一下 手术首先要在珊珊左侧 第四类间打一个两公分的小孔 通过这个小孔进行枪镜手术 找到漏气的肺大炮 并将它切除 手术进去之后的话呢 首先探查的里面的这个肺的情况 肺的上一页 已经是一个石垫状态 就跟一个石头一样 这等于完全没有功能 先检查一遍 哪有泡 先看下段 对对对 给我拿一个纱布钱 左侧是不是这个肺也扁不下去 手术一侧 是要让它的肺位陷下来 才好 只是右侧来维持 它肚里胎儿是不缺氧 如果是胎儿缺氧的话 即便这个胎儿活了 可能将来也会给它 留下一定的问题 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手术时间有点 那可能对于这个孕妇和胎儿的 影响会越小 所以我们在操作时尽快 经过简单的处理 张义主任继续进行手术 对于妊娠期就接受全马手术的孕妇来说 每多一分钟的延误 对胎儿就多一分的危险 胸水浑浊了 就说明时间比较长以后容易感染了 时间长了里头浑浊了 完了还用点风水我们浸泡一下 由于长时间带着引流管 深深胸水的浑浊程度 超出了张义主任的预期 这意味着 如果这台手术再拖延 母体就会出现严重的肺部感染 如果是出现这个感染的话 不光是产妇的生命 包括胎儿是不是能够健康地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次新秀的时候 正好发生在过年 那时候刚在家的时候 我已经喘不上气了 2020年大年29的晚上 怀孕仅仅11周的珊珊 气胸第二次发作 而这一次气胸发作 也恰逢北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那时候嘴唇有点发紫了 那我也没办法戴口罩 如果这样戴口罩 我就会感觉直接仔细地 我不敢告诉他说 我感觉我都快不行了那种 我还不担心 其实我都已经心罢了 我说要不行我们就得不要了 我看着他太难受了 何家团圆的时刻我们却在医院里过 而且是我媳妇怀着孕 从来都没见他哭过 就那天都见他哭过 他哭也是背着我哭的 但我还都发现了 包括家里的老公都一直在我背后鼓励我呀 虽然就是说这个病还有这个孩子都是我在自己难受的 但是我相信他们比我更难受 珊珊和丈夫都十分想要保住这个孩子 2020年的整个春节 他们都住在医院里 只为求得一份心安 我觉得他就是我在心里的开始 所以第一次感觉到太多的时候 我已经就是哭的也是 那时候已经非常严重了 虽然他没有生出来 但是我还是能感受得到 感受到他 我的眼泪有那么多 我都觉得我现在已经哭的本来就没什么眼泪了 怎么也说到这 我以为我不会哭呢 我竟然决定了什么后果都能承担 很同样 他的漏口看来是不暇 真正37周 到的还有很长的时间 那么可能这个胎儿也很难了吧 看见了啊 我看见了 就是底下大泡破了 这白的是破的地方 旁边这个 就这个是 这个就是破的 还有泡出来呢 看见我一挤啊 我觉得就到时候沿着这个 把这块都切掉 刚才那个粘连是下野的 大泡都是位于左肺下野 而且左下野跟胸臂上 还有一个明显很粗的一个粘连带 一般来说呢 我们有破口 肺也充分不胖之后 它可以跟胸臂粘连上 但它呢 是因为下野跟那个胸臂 有个明显很粗的一个粘连带 就在那里 所以那漏口始终它就闭不上 它贴不上胸臂 再给我来个软水 再倒点水 咱们 对 我看个漏气 张义主任经过探查发现 珊珊左肺上野 几乎已经失去功能 下野肺大炮 又是这次气胸发作的元胸 这意味着 在怨气中 珊珊大部分是依靠右侧的肺进行呼吸 而腹中的胎儿长期处于缺氧的状态 现在能鼓吗 可以鼓 好 轻轻的鼓 轻轻的鼓 大概什么 鼓的 鼓吧 就跟我们那个 新车按摩台似的 我们可以倾向里 关上水 让我们马队医生 鼓肺鼓气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弹着肺在膨胀的时候 鼓起来说 它哪里有破口 然后我们再做相应的 拿到破口的臂上 这样我准备打枪了 看来还是就得破了 这就这个 看吧 就那破的那大炮的 这也是 这都大炮 这就应该是那一簇 对 这是大炮的一簇 我们刚才已经找到 用缝合器把它都切掉了 切掉之后 现在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胸膜其他的情况 再没有发现 其他有大炮 除了切掉漏气的肺大炮 张义主任 还要切除胃破的大炮 防止在接下来的运期内 珊珊再次出现 自发性的气胸 再来一个那个什么 刷不前 准备咱们再鼓鼓肺 刚才一点都不落 好 这可以了 看完咱们就收工了 经过近一个半小时的手术 珊珊所有的肺大炮 被彻底切除 我刚刚提一下 那个正好兄弟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小血管 你看那个压力多大 刺一下就少了 但是这种情况也很少 结果今天就赶上了 在呢 都做完了 这能看出 这就大炮 我一几能出来 漏气就从这出来 但是呢 它周围你看这都是炮 看那边 能看出了 不切的话 后期的都有可能 这个明显破的 这个钙化的 所以把这一块漏气地方 还有周围的这个大炮 全都切掉 现在就算是 最好的情况就这样 现在就看 术后恢复的情况 现在等会儿 好了吗 好 那这样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坚持一下 坚持一下 自己深吸气 全都握紧 哎好 放松吧 放松吧 不握了 不握了 对 好嘞 好嘞 不拔这口 不拔这口 稍微咋会儿 哎 好了好了好了 非常好 知道现在在哪吗 知道哈 在哪啊 对 好 这挺好 孩子好的啊 手术啊 还是成功的 孩子也都挺好 过一会儿 咱们就送你去ICU 我们再观察一下 好吧 尽管气胸手术已经完成 但这并不意味着 珊珊和孩子 是绝对安全的 术后会不会再发生气胸 凯儿能否顺利发育 对所有人来说 都是未知术 感觉怎么样 现在 挺好的 眨两下眼 你现在能说话吗 生日快 平安的最好 每医生都做得特别成功 人生有的时候 就是很巧合的一件事 也许这个事 未来十年 要人家回忆 它是一个 很美好的一个回忆 如果说这个孩子 能够平平安安的 真的是有的时候 就是一种缘分和巧合 我的心里 一直有个信念 就一定没有 也许这就是生日礼物 这全是从老家 带的笨鸡蛋 这在我们老家买 都一块一块一 一块二一个 对应不肯定好 它随意吃 像它正常鸡蛋 它都不吃 早饭吃别的吃下去 只能吃这种 老家的这种鸡蛋呀 为了弥补 前期缺乏的营养 宋阳尽可能地 准备姗姗爱吃的菜 希望他和孩子 都能再多吃一点 一个月后 他们要面对 术后的第一次产检 这就是炒花葛 放点豆瓣酱 他应该喜欢吃 山梅和虾 还有这个花葛 爱吃啥我就给他做饭 他喜欢我做的菜 我这个绝对不比饭店差 宋阳今年整30岁 现在是一名互联网销售 目前是全家的经济来源 朝八晚十一的工作 让他也常常感到无奈 也只有到了周末 才能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妻子 我宋队对我工作特有支持 你干我们这种工作吧 他就是这种兴趣 基本上早出晚归的 有时候节假日还有加班的 他有点很重要的 像我说人家的 如果放点小米辣 它就会好吃 没买辣 好 你煎点的香 不滋呢 这个鱼 你把肉吃了 你吃菜 这是珊珊气胸手术一个月后 第一次去缠件 夫妻俩希望一个月的努力 可以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随着妊娠周数增加 腹部越来越大 格际上它的肺功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缺氧可以造成胎心的变化 如果问题很大 它会持续出现这种群 除了肺功能的问题 产科王丰英主任更担心的是母子俩的营养情况 28周到36周这段时间 是长孩子的关键时期 一定要抓住他 他如果要是错过了关键时期 对他管理的话 出现一个胎龄小样儿 或是胎儿宫内发育受限的孩子 这种孩子呢 并发症都是比较高的 嗯 喂 哎呀 他的意思就是说 孩子还是偏小 让我多吃呗 就得抓住现在这个机会 他说后面的话 嗯 嗯 就不太好找 反正就是多吃饭呗 别的 哎呀 现在吃对我来说确实是个问题 我逼着自己吃太痛苦了 我想把这些东西 直接不用脚放到肚子里就行了 他前期孕吐就瘦了18斤 这现在可能长回来一点 还挺好的 还挺好的 这觉得大家带来可以 嗯 窗废啊 呼吸啊 听了都有没问题 都很清楚 还是有七到零精卵的效果音 还是上边还是有点 一旦有个故众 现在是来自用力啊 如果有一个这种强烈的诱因的话 就怕是会运气 这个加重 明天 明天手术事件啊 谢谢道士 为了母子的安全 手术最终还是选择 抛公铲的形式 我之前做了手术 说实话 一点都没害怕 就这一次 我倒是反而紧张 害怕我之前做过 那个气胸 那个缺脉手术 打过了 希望他出现 健健康 他确实是想出来了 这几天痛得特别 平凡 我之前那个 可能没什么 我感觉我走路啊 他好像一样掉出来的感觉 他也在里面做好准备 平日以后打的 慢点 有 associations 哇 真是不容易啊 终于到这一步了 我媳妇更不容易 希望大人孩子都没事 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有 我就是记得 我的心脏已经到嗓子眼了 太紧张了 心跳太快了 这次手术我就考虑她肺里的状态 最主要的她全身的综合状态 在她这种综合状态下 在做手术 手术的一个床商 她术后的恢复的问题 感染的问题 还有她的肺功能的问题 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现在你打一根菊麻了 后会有一点疼 我们也是怕她手术过程当中 尤其肺这样 我们尽量避免选择全麻的手术 尽量菊不麻醉 这样会对她的肺的功能 损伤更小一些 感染的几率会更小一些 胸外科的乾坤医生 今天专门来到手术室 一旦手术过程中 珊珊的胃骨出现意外的情况 她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处理 为母子二人的生命保驾呼喊 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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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稍稍再等一下 你脚抬一抬 现在脚好像还能动 跟刚才比 一样 我再试一下你看看 手术开着 先把圆手斑痕切除 这斑痕真够硬的 它原先做不关于 斑痕挺大的 它有点斑痕体质 斑痕它切掉以后 再给它做内红线防徵 伤口能长得好 稍微有点牵扯 牵扯 一会儿出孩子就好了 上边有点干 腰正了 给我纱布 孩子再降一点 被洋水了 好 取孩子 洋水清亮的 不着急 慢一点 孩子准备出孩子 想 我又在转气 待会儿 宇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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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好的啊 啊 骤得挺好的 骤得挺好的 也长了什么造物 在8岁 心率130 就是拍枕多 还有点难 37钩 啊 初步粮食2680 好 这张孩子照片 就拿出去 给大师看看 这个孩子生涯太不容易了 差一点 难道这个世界呢 我觉得肯定是迷派 做梦也梦到的是迷派 我就觉得比较是 你现在能说话吗 是 平安的最好的三位留 给医生后坐得特别久 我也能见证往上 折腾一点 跟过一点 挺过来不就啥事没有了 等这个生完孩子之后 这个稍微稳定稳定 我们去天津之后 那就能得更好一点 那边房子多少钱那边 那边也三千多 三千多 这个三千多 你这愉悦不吃不喝 这七千块钱就没了 那老家还在还房贷呢 那我自己上班 没事 慢慢来 来 眉头看一眼啊 先看看性别啊 女孩 看清了吗 看清了 来 先看看脸啊 来 来 看一眼啊 这是早接触啊 这是早接触啊 看清了 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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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算了 这也算了 看清了吗 太清了吗 辛苦您了 主任 来 上上班 赶上下来喝水 本来一点都不想哭 我听见她的哭声了 眼泪就控得不住了 这么好的事发生在我身上 我不敢相信 我感觉我一睡觉 又害怕又是做梦 不过她的哭声 不过她的哭声 在别人的哭声 放起来 放起来 放起来就好了 放起来就好了 放起来立马来不过 生气不 一放了床上就叫 像一个屁娃娃一样 为了给珊珊和孩子更好的生活 宋阳放弃了在北京发展 带着全家人搬到了天津 父母现在都不在我们身边 现在都是我一个人找着他 老公到中午回来给我做饭 太开心了 上班我都得回来看他亮眼 他不回来我饭都吃不了 你就把他的哭声当中 他在说话 他一哭就想我要起来 他一饿了 你就想着我热了 我热了 我热了 其实每个人 活着都有很多的困难 同样要做的就是坚强 坚持就挺过去 天爷都是公平的 老天爷在这块让你 可能多受了点苦 他一定会在别的地方 多补偿你一点 未来我们一家三口 就会过得非常的辛苦 所以说我一直坚持 太不容易了 要不是在北京的话 你其他地方可能就没有 这孩子叫贝贝 但是突然间觉得哈哈也好 哈哈笑了 笑哈哈 走 哈哈哈哈 比例刚来的 看这儿看这儿 呢